阿娘喂 廖老大200瓶台中旗舰店倒闭三致命商走绝路 这位满嘴脏话 颇街地气 长得像蔡震南家吴松县厨艺二的人 就是自称赛车教父的廖老大 他的脸去年7月起印在手摇茶杯上 短时间内狂开了上百家饮料店 吸金5000万元 但好景不长啊 去年台北最后一间加盟店收刊 日前台中旗舰店也关门大吉200瓶店面费前客上网招租中 阿娘喂 归咎廖老大生意失利有三大致命商 第一 口味独特 阿娘喂 怎么这么生到 属于珍珠奶茶里面比较小的袋子 没有任何的茶味 都是奶味 全是奶味 打龟绿茶 这什么 吐诶 有吐的味道诶 它这个绿茶就是苦的吧 它的苦涩味真的很重 喝到苦极点 那个甜喝起来不是很认可 所以要不给过 好啦 反正这个我真的喝不下去了 这不知道什么东西 第二 自己拆台 虎杰加盟主在台上高举白布条上头写上真正衰遇到廖老大 廖老大身为主子却主动攻击加盟店拆自己台呀 我里面新生店新生店 这是我里面现在最弱一顶就对了 就不要批评这样 我不要呼吁大家不要来我这边喝饮料嘛 第三 涉嫌诈欺 去年一开始加盟金是36万 突然就水涨船高成60万元 还规定加盟主每月缴3000元给总公司当作啊 慈善捐款 为什么要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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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它是 它说那个什么 我们那个要每个月缴3000块的那个3000元做慈善提供 有30% 实际上是开支援的收集是那个管理费 我可不可以提出我的问题 咱们来 我可不可以提出我公主的问题 好凶哦 感觉又不少问题 三立娱乐新闻报导